也就是解雇迴避的手段 例如說你要把勞工警告 或者是把勞工調職 而不是一下就用最重最重的解雇的方式來處理 而是應該要採用比較輕的手段的方式 大家好,歡迎收看律師祝個幣 我是你的後處兵 我是韓秉聰,韓律師 這個是有讀者來信告訴我們 希望我們把它拍成影片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當兵的阿榮終於退伍了 順利的進入了職場 在進入職場的第三年 收到了來自上級的通知 阿榮啊,你不能升任工作 你就做到今天吧 明天會有人接手你的工作 阿榮就這樣不以為然的回家了 隔天也沒有去上班 誰知在第四天時 阿榮收到了公司的通知 通知阿榮因為無政黨理由 連續礦工三日 故遭解雇 阿榮收到通知後 慌張的向我們詢問 公司這樣的做法是合法的嗎 請問韓律師 當我們遇到這樣的狀況時 我們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好的,剛剛這個問題裡面 有兩個很重要的訊息 第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 公司他以阿榮不能升任工作為理由 把阿榮給解雇掉 第二個很重要的訊息是 公司以阿榮沒有正當理由 連續礦職三天把阿榮給解雇掉 那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啊 其實差很多喔 不能升任工作 是勞基法第十一條第五款的規定 那麼公司如果以勞工呢 不能升任工作為理由 把勞工給解雇的話 依照法律的規定 公司必須要給付勞工資遣費 還有預告期間的工資 那麼如果是無正當理由 繼續礦職三天的話 這個是勞基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六款的規定 所以如果公司今天是以勞工 沒有正當理由 連續礦職三天把勞工給解雇的話 依照法律的規定 公司是不用給勞工資遣費 還有預告期間的工資 所以這兩個差非常的多 我們回到剛剛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把剛剛這個問題 用時間序的方式 把它稍微排列一下 讓大家比較好理解一下 公司呢 以阿榮不能升任工作為理由 叫阿榮就做到今天為止 明天不用再來了 之後過了幾天 公司又以阿榮沒有正當理由 連續礦職三天為理由 把阿榮給解雇掉 所以他有一個先後順序 那我們先講後面的這個 沒有正當理由 連續礦職三天的部分 其實阿榮他沒有到公司 並不是因為阿榮他不想要來公司 而是因為公司之前 就已經告訴他做到那一天為止 就不用再來了 所以後面阿榮沒有來 其實並不是沒有正當的理由 因此公司他認為說 他以阿榮沒有正當理由 連續礦職三天為 給室友來把阿榮給解雇掉 其實就可能是違法的解雇 我們再往前看 公司可能會說 好那無故礦職三天 這個可能是違法 那往前看 那用不能升任工作為理由 來把阿榮給解雇掉 是不是就合法呢 其實也不一定如此 因為不能升任工作的話 第一個很重要的是 這個不能升任工作 並不是公司雇主說了就算 第二個就算是符合這個不能升任工作 但是因為解雇涉及到勞工工作權的核心的保障 所以你並不能夠一下咻一下就把勞工給解雇掉了 因為一下子就把勞工解雇掉了 勞工的工作權就沒有辦法保障 所以你要在解雇勞工之前呢 你必須要做一個解雇的最後手段性的考量 也就是解雇迴避的手段 例如說你要把勞工警告 或者是把勞工調職 而不是一下就用最重最重的解雇的方式來處理 而是應該要採用比較輕的手段的方式 先行處理 才能夠符合解雇的最後手段性原則 那回到剛剛的這個例子 公司咻一下就告訴阿榮說 你不能升任工作你就做到今天為止 事實上是有可能違反 解雇最後手段性的原則 也可能跟不能升任工作的條件是不吻合的 所以這個部分也有可能是屬於違法的解雇 最後阿榮能夠向法院提起 確認雇佣關係存在的訴訟 來釐清這個法律上的糾紛 律師律師那阿榮還有一個問題啊 他說因為工作量很大 他常常需要加班工作 可是公司卻沒有給他加班費 因為公司說一直以來都沒有給加班費 那這樣合理嗎? 如果說阿工作超過正常的工作時間 例如說我們約定好五點下班 但是因為工作量很大 往往可能工作到八點工作到九點 那這個時候依法公司就必須要去給付加班費 給這個勞工 所以公司如果是以說他們一直以來都沒有發加班費 事實上這個就並不構成是理由 那要提醒公司的是說 105年修法之後 如果沒有依照規定給付加班費的話 可以除2萬到30萬的罰還 105年修法之後提高到2萬到100萬的罰還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的重 所以雇主必須要特別的留意跟注意 那麼最後可以建議就是說 針對這種勞動的事件 能夠去適用去年109年1月1號施行的勞動事件法 向管轄的法院去申請調解 那麼像回到阿龍的這個例子來說 因為它是屬於一個勞動的事件 依照勞動事件法去申請調解 那調解的主要內容就包括兩個 第一個是確認雇佣關係存在 第二個就是請求給付加班費的部分 那麼這樣子呢透過勞動調解的部分 那有調解委員協助 那相信能夠迅速的去解決這個勞動事件的糾紛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我們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們分享 那也歡迎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律師祝賀幣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 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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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